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开始之前,请各位的按下订阅跟赞 来支持老师充10万订阅者的目标 老师的节目,全部都是独立原创自制的 请各位支持原创,感谢各位的好朋友 今天这一集啊 老师本来原本是要讲第38跟39项的推背图的历史考证 但是有许多朋友来信,希望老师先讲讲跟大选有关的 所以老师再次就先跳过次序 先来跟大家讲讲,到底推背图跟中华民国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中华民国在推背图之中,他的国座到底会有多长 老师所解除的这一个推背图 肯定是目前全世界在研究推背图的学者之中 比较能够符合推背图的历史逻辑 以及老师推出来的每一句都会去考证当时的历史事件 当然就不像有人会说啊 这个是古人写的 古人是谁啊 你说古人这个神很厉害 在那边赞叹他之后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写的呢? 好 很多人就不知道 好 所以说老师当然是希望比较有法理性的做法 开始之前啊 老师必须跟各位政治狂人跟爱国者超人说 这个世界上已知的历史之中 没有任何国家跟朝代是不会被取代的 就连周朝也只传了八百年 所以任何国家的更替都是历史上的一段故事 我们都是活在历史中的人 也是见证历史的人 当然老师推算也不一定正确 所以是说老师希望各位是以什么呢? 以探讨学术的角度 我们来看待我们这个整段的节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 针对台湾2020年的总统大学推背图中 到底有没有跟那些名嘴讲的一样 这里面有出现谁?韩国瑜、蔡英文 或是赖清德、柯文哲 或是我们的郭台铭呢? 答案是没有 因为推背图的本身是以中国大陆的政权为中心 所以台湾这个岛屿的政治人物 肯定是不会出现在推背图中 意思就是选举的人 他并不会在他里面 他只会出现几个重要的人 而且你是跟中国历史是有关系的 哦 那他才会出现 所以呢 我们老师可以知道 再去讲那些节目上的名嘴 他们为什么可以这边抽一下 那边抽一下 然后讲说这个是韩国瑜 这个是蔡英文 那个是谁谁谁呢? 其实他们是为了节目的效果 为了说而说 他们没有特别去考证 那自己有人去主张是说 推背图已经被打乱了 其实这个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老师第一集里面讲到的 有人传说是说被宋太祖 或者其他皇帝给打乱这个顺序的 这是没有根据的 好,就跟过年放鞭炮是为了吓走年寿一样 这是个传说 但是没有根据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就是针对中华民工部分 最有争议的 也就是推背图中的第40项 这个项说什么呢? 第14项的第40项的签是什么?是像什么呢? 是鬼卯 驯下 更上就是所谓的三丰 古卦 他的称约是一二三四 无土有主 小小天纲垂拱而至 他的颂约是什么呢? 一口东来气太焦 脚下无驴手无毛 若逢木子冰霜幻 生我者猴死者雕 很多人说一二三四 指的就是中华民国只会有十任总统 因为一加二加三加四等于十 这个方向肯定是错的 因为中华民国开国以来 包含大陆时期的政权也不止这个数 就是说就算台湾那称水平也是第十任总统 所以说这不可能是真的 那也有人说啊 某些的新的YouTuber说 他说一加二点一三 三加四点一七 代表民国三十七年撤退来台 但是中华民国的政权是三十八年四月份 才从南京失去的 也就是三十八年四月 南京政府是中央政府是被共产党占领的 所以是说他那个时间绝对不是三十七年撤退来台 那一二三四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把它破解出来了 一二三四就是毛泽东的毛字 一二三四 刚好四话 什么是无土有主呢? 意思就是毛泽东的共产制度的建立 变成了全中国的所有土地 不是国有 就是公有 一般人再也不能拥有私人的土地 也就是地主这个词汇 因为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 哦 因为大厦文化大革命也被换热斗地主也斗掉了 所以是说 我们以推备图的历史宏观来说 这里就是改朝换代的历史分割点 所以被记录下来 它是很正常的 那接下来这一句 小小天罡垂拱而至 这是什么意思呢? 老师解析是说 这个天罡有人是说 它是中华民国的国徽 其实不是 因为天罡 它是所谓天罡星 天罡星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三十六天罡 那另外一个就是北斗七星 所以说再怎么样? 中华民国的国徽 它都是太阳 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以说天罡肯定不是中华民国的国徽 那天罡老师是怎么破解跟解释的呢? 天罡还有六个解释 就是北斗七星的斗勺 也就是斗勺指向哪个方向 就代表了四季的更替 这所谓斗勺指向东南西北 就是四季的春夏秋冬 这也就是所谓的什么 北斗星里面就所谓的七镇 七镇 那所谓天罡也就是所谓的北斗星 北斗星是所谓的帝王星 今天所得的小小天罡垂拱而至 就是曾经为天下帝王的蒋宗正 如今你也只能偏暗一语 从小岛上垂拱而至 而中华民国的孕运也写进了宋约里面 他说过了一口东来气太焦 这个就对应了一二三四 也就是指的就是毛泽东了 脚下无履手无毛 就是跟第二句的啊 无土有主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失去你可履的土地了 你已经这土地都没有 都不是你的了 已经是共产党的了 那手无毛就是蒋宗正 也是个大光头 若逢木子冰霜坏 意思就是什么呢 由一个姓李的人 木子为李 那老师当然解答的是李登辉 他承认了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政治实体 而不是一个中国里面的两个政党 那此案在这个时候呢 两岸的关系就变成国与国 在当时 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听众就知道 当时李登辉所提出来的就是两国论 也就是说 从那个李登辉的观念跟宣言之后 那长期以来 双方认定为的内战 一个中国里面的政治斗争 政党斗争已经结束了 他已经不是内战了 意思即为善离 为什么? 什么善离呢? 因为冰霜患 这个紧绷的集市已经解开来了 患者什么意思? 患者不是融化 有些人说他是融化 不是 患者意思就是善离的意思 意思 两岸各为政体 而不是一国了 然后就把它分离出去了 不是一个国家 也不是一个中国了 那生我猴者死我雕 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很多人去争议 他去怎么解? 其实老街破解出来 意思其实很简单 这个分离出来的政治尸体 也就从大陆换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 台湾 中华民国的创造者 很多人说是什么? 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 但是以正规历史来看 孙文 他不是建立中华民国的人 各位必须要去提认真一点 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的大总统 叫做袁世凯 而中华民国之所以能够创立 不是因为孙文的武昌起义 而是因为袁世凯的倒戈 让握有满清最大兵权的 军机大臣袁世凯 他能够逼迫满清皇帝训位 大清才会灭亡 如果当时握有全中国最大兵力的 袁世凯握着手上的新军 就精良的一些部队不放 并以什么大清的军机大臣的名义 来向各国各列强去申请求援 并且以君主立宪作为交换条件 那么 向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党 甚至是共产党 不能说还没有共产党 就光国民党 或是任何的军阀 都会被袁世凯所剿灭 就像我们的太平天国一样 一定都被剿得一干二净 因为清廷当时的实质上他已经接受了 袁世凯本来的的那个革新的想法 是要改成君主立宪 把原来的封建王朝改成了一个君主立宪 就类似现在英国日本这样子的一个政体 但是为什么袁世凯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呢? 是因为袁世凯在清大清中 他永远是城下 他永远只能当别人的城 你再怎么伟大 你也只是个城民 但是如果你转向了革命党 那你可以当大总统 来君领天下 这样的诱惑 我们才会让袁世凯倒戈 否则如果袁世凯他是忠君又爱国的 那现在我们可能还是大清朝下的子民 这也说不定了 所以生我猴者以及袁世凯的原字 而非孙文的孙字啊 因为孙文里面孙字并没有猴或是圆 所以生我走猴就是袁世凯的原字 圆者 圆也即为圆猴 那什么是使我雕呢? 既然袁世凯的原字可以转作为猴 那雕字有什么意思呢? 雕 雕者 英也 就是他吃老鷹 鷹是什么?鸟 带着羽毛的鸟 也就是说名字里面可能有鷹 有鸟 有鱼的就可能是他 那放野是现在有两岸中有谁是这个名字的呢? 有人讲过蔡英文的鷹或马英九的鷹 鷹是很像的 但是实际上如果真的是鷹者 他是马英九的鷹或蔡英文的鷹 因为他们两个鷹是同样的鷹 那么在马英九那一朝就应该会灭亡了 而死我雕竟然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因为死我雕 那当然就不是马英九或蔡英文了 那就是什么呢? 两岸之中第三个有这样类似的名字 就是对岸的领导人习近平的习字 习者与白也,上与下白 意思就是白色羽毛的鸟 这就是海东青 这句话意思是说 生我者猴死者雕 中华民国这一个政权 起于袁世凯 终于习近平 中华民国将成为慢慢的侵始中 一个曾经有的国家 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朝代 那这时候就有人来问老师啊 那老师你怎么预测中华民国什么时候被统一呢? 老师只能说这个范围应该不会太广 为什么?以习近平现年65岁的年龄来看 正常来说 会在这十年内 也就是习近平75岁前 会完成他所宣示的统一大业 而2020年的总统大选 其实老师看如果弄不好 也有可能是明年就被他提前动手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的颂约里面的第三句有讲到这句话 若逢木子冰霜患 其实在老师的武术老师 因为老师是一个武术老师 对五行很敏感 明年是什么年? 明年是庚子年 按照五行而论 明年的天干是金根金 那他既然想说木子冰霜患 就是根金可以克甲乙木 木子通常指的是甲木 那金克木也就是患散 也就是所谓的患了 因为被披烂了 他就散离了 所以按照这个阴阳五行的假设 这个部分比较是假设的 那2020年中华民国有可能就被统一而灭亡了 今天是西元的2019年4月19日 老师考证以上老师所讲的推算 老师是第一个破解出来 这样子延伸的 那从今以后如果有类似的 那可能就是他们也看过老师的节目了 那大家来做个见证吧 推背图关于中华民国的部分 到此就结束了 不会再跟后面了 这个是老师可以确定的事情 他后面没有任何一个会形容到关于中华民国跟现在两岸的关系的 所以说老师是觉得就在这十年内吧 大概就被统一了 那推背图接下来的进入什么呢 进入新的篇章了 也就不是这个时代了 第41项开始讲的是什么 世界大战 核战 跟外星势力的介入 好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 请各位还是一样 务必订阅老师频道 按个赞 在下面留下你对老师今天的看法 那帮助老师快速抽到十万者的 十万个订阅者大关 我是沈老师 请各位支持我原创节目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但是请注意礼貌留言 理性分享 理性讨论 任何谩骂 其实老师都会把你封锁 那你骂了也没用 以后的精彩节目 你就看不到啰 我是沈老师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到